好 我們一起城隍爺生日快樂 副市長蔡炳坤與現場民眾用最誠摯的心 祝福城隍老爺生日快樂 每年農曆5月14日是台北峽海城隍老爺聖誕 往年廟方都會準備豐盛的壽宴 受疫情影響今年廟方改以團拜方式 集結超過70家大稻埕在地店家 線上自家特色商品為城隍老爺祝壽 城隍爺不只是城隍爺 在這個地方它就像土地公 就像財神爺 那我要講的是它就是我們大稻埕的家廟 對不對 所以所有在場的我們都是一家人 真的 我在台北很多地方都去 可是只要來到大稻埕 尤其我們最近在推動的無為搶博物館 每一次來都看到每一位在場的大家 所以真的就像自己的家人 像親人一樣 所以今天我們奇蹟在這裡 在我們的城隍爺的生日的時候 我覺得就像家人在給長輩做生日對不對 好 我要跟各位分享 全台北市有513個文化資產 我們大稻埕地區 包括我們所站的位置 我們的斜海城外廟是四定古蹟 各位知道吧 連四定古蹟在內 我們在這裡有102處 想想看 在台北 你要談到歷史 談到文化 談到街區 一定要來到大稻埕 所以這個地方有太多太多的文化 而且 這邊不只是新舊融合的建築 更重要的是 人 老 中 青 三代融合的地方對不對 對 這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說我們用那個 馬祖他們的慶生 他們是3月22號 其實真正的生日是3月23號 那如果是講保身大地呢 人家也是說一般是3月14號贏了 然後3月15號才是真是的生日 那峽海城隍爺也是一樣 5月13日是贏了 我們說是立孫 那如果是5月11、12日都是暗訪了 所以真正的5月14才是他的生日 而且當年在民國80年的時候 我就有回去中國幫 從峽海城隍爺城隍爺的老祖廟在霞城 從建的時候那邊 九十幾歲的阿嬤也告訴我 其實我們的城隍爺是5月14日 所以我也就像 好歹這些年已經是過去了三十幾年 我都是把5月14日當作真正的生日 反而是5月13日我們是在做活動 或者是揚勞練 或者是辦一些比較文化性的 不完全宗教性的就是這樣子 那今天如果是在往年的5月14日這一天 我們都會擺M龍 因為今年的那個疫情真的太可怕了 所以我就想這些都是要什麼 把蓋子打開了 把熱誠誠的東西拿出來拜 那待會兒還要吃 是不是這中間呢 有細菌的感染 有疫情的感染 所以我們就說把它取消 取消了我們就來邀請 結訪鄰居 本來我們預計是大概100家 後來就改到80家 因為你來拜拜 帶你家最有名的 假如說您今天你家是什麼 你家就拜燕窩 就拿燕窩來拜拜 那有的人他拿什麼 你知道嗎 像我後面這個毛線 毛線織的 他用毛線織成蘋果 或者柳釘 這個也是他來拜拜 也就是告訴陳皇爺 我的誠心 還有我的有心 我的專心 我所做的東西奉獻出來 那才是真心 我就覺得這個是非常好的一個 不是slogan 是真的在行使的一個做功課的人 做生意的人應該要做的一個舉動 而且來拜的是地方神 這個地方神就是 陳皇爺我們用英文來翻譯他是 City Guard 所以他就是城市的神 現場貴賓雲集多位民意代表也共襄盛舉 由於今年是峽海城荒爺渡海來台202年 廟方特別準備百年禀鋪的黃金龜 一公一母兩支主龜加起來正好是202 而副市長蔡炳坤也許下心願 期盼在城隆老爺守護下 疫情早日退散 未婚男女都能求得好姻緣 我們有三願 我跟大家的心情 第一願 我們城隆也繼續的來守護大稻辰 來帶動這個地方的發展好不好 好 第二個心願 大稻辰 我們的城隆也 能夠帶給台灣 讓疫情早點散去好不好 好 第三個心願 不要忘了這裡還有月下老人 全世界最有名的月下老人在這裡 剛剛好 台灣最需要的就是 因為少子化的關係 所以因為少子化 我們要讓更多人來到大稻辰 來祈求月下老人 然後能夠感婚 感生 然後能夠讓台灣 能夠解決少子化的問題好不好 好 所以 生日三月 我們希望大稻辰這邊 大家一起來吉利 然後讓我們的 城隆也都聽到了 所以會帶給我們更多的 幸福跟快樂 有一個金錢貴誰的 就後面裡挺香的 包子誰的 桃子誰的 就是這裡的三發的 有犯誰的 有犯媽媽的 然後那邊的煙火煙火對面的 那你走嗎 那也是條街 雖然 那個人家在做什麼 人家在做手環手鏈 竟然也帶來拜拜 然後最後給我 我要想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 每一個鄉城鎮 每一個廟宇的旁邊的店家 也都這麼做 是不是台灣更棒 台灣的多元會更繁盛 然後還有一個年輕人走進來 他已經不是再來 人家說 我來聽古早古書 不是 你是真的來看到的 真正的生活 然後你看到了他們 怎麼樣把最古老的 中藥的東西 已經變年輕化 所以我非常感謝 所有的街坊鄰居 給我力量 給我更想向前走 然後我們也希望 正如今天副市長所說 不是城隍爺而已 連月老都可以 把更多的 單身的男女 把他們牽成 然後趕快 成家立業 趕快生下小寶寶 我們小海城隍廟 連祝聖娘娘都有 現場還分送蛋糕與點心 給民眾沾沾喜氣 廟方祝賀城隍老爺受待的同時 街區店家與居民 也難得相聚一起分享祝福 展現大稻埕 濃濃的人情味 記者李錫會 台北報導